PH Expo房地产盛会又回来了 今次定于7月8日至10日在SICC上演 想了解最热门房产信息 立即免费注册参加PH Expo Plus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6月26日 星期日 欢迎收看今日的成见新闻 来看沙巴新周日报的今日头条 中英小学女神险被拐带 警方展开调查或误会议场 前日本月24日 在社交媒体和手机广传的中英小学路旁 仪式拐带女孩事件视频 警方在双方报案交代后 不排除只是一场误会 路阳区州议员冯靖哲昨日在脸书贴文 他得到消息后 以第一时间联系警方要求调查 同时向中英小学校长查询 并看过完整的闭录电视录像记录 路阳警方告知 双方家长橙色衣服男子 以及女孩的家长已经报警 警方已经第一时间立案调查 并已经初步核查双方口供 黄英贤28日访马 包括出生地沙巴亚币 大马出生的新任澳洲外交部长 黄英贤将于6月28日到访我国 同时也会回到他出生的地方 沙巴亚币 他在文告中指出 他将办会外交部长 拿督斯里塞富丁 国防部高级部长 拿督斯里西山木丁 和国际贸易级工业部高级部长 拿督斯里阿兹米 我将会重申我们作为 全面策略伙伴的承诺 以及讨论经济复苏 气候行动 教育合作和医疗安全的课题 他说 他也将会前往沙巴 沙巴与澳洲保持长久的联系 也是他出生的地方 检讨住家养狗数量 是听你修改管理条例 艾比市长拿督诺利查透露 艾比市政厅计划检讨和修改的 全职管理条例 包括每个住家可饲养的狗只数量 他指出 根据现有的条例 每户最多可饲养两只狗 但亚比一带多个住家都饲养四只五只狗 他认为 也许有需要根据屋子的面积 来规定和限制养狗的数量 四本土党欲加入沙盟 哈志志说 仍考虑中 沙巴人民联盟GRS主席 拿督·斯里·哈志志诺指出 有四个本土政党表达愿意想加入沙盟 而沙盟内部将详细讨论 及考虑此事后再定夺 尽管哈志志没公布政党名字 但有关政党早已公开表明 已申请加入沙盟 这四个政党分别是由前外交部长 拿督·斯里·安宁法·阿曼领导的爱沙党PCS 拿督·彼得·安东尼领导的 社会民主和谐党KDM 拿督·陈树平领导的沙巴自由民主党LDP 以及丹斯里·刘荣华领导的 沙巴人民希望党PHRS 五天连生 增加192宗冠兵确诊 毕竟200了 沙巴昨日新增192宗冠兵确诊病例 连续五天呈上升趋势 沙巴冠病事务发言人拿督·马希迪指出 担任确诊数字持生 主要是亚币 并南邦和山达根 人口密集主要城市病例增加所致 亚币增63宗病例 较前天多11宗 并南邦翻了一倍 从29宗升到59宗 至于山达根 从8宗升到15宗 设施损坏处处垃圾 一楼普拉公园颓废 一楼普拉公园多处设施出现毁损 且无法使用 步道上垃圾堆积 而被民众嫌弃 形成到这座公园休闲的人渐少 山达根知名脸书社群专页 Sanda Canvaro Kini 在较早前发文指 坐落在二厘半的这座被不负责任分子破坏 园内设施破烂毁损 促遣相关单位给予关注 新州日报记者 今日前往了解石炕 是议会除了有定时维护部分的游乐设施和健身设施 以及修剪野草以外 其他机设则被忽略 只能用满目创意形容 沙巴青州为您报道